通往牧谷牧鱼生态远区的游客和乡亲 往往车辆相当多 由于外地游客不熟悉当地路况 车子行驶到牧谷牧鱼游客中心的路口时 往往有擦撞和车祸的情况发生 同门村长许贤美就表示 由于车祸相当频繁 希望有关单位能够重视行的安全 增色三面红绿灯 保障行的安全 从绿塔方向仁寿桥和节安箱 台九柄线上的交叉口 就会到达牧谷牧鱼游客中心路口 游客和乡亲一定会经过这里 不过今日可以说是车祸相当频繁 同门村长许贤美表示 由于外地的车辆并不了解这里的路况 一个不小心就会撞上了 我们这三叉路口的指示标志 不是说非常的明确 然后走到那个游客中心对面的时候 车子会有时候会突然停下来 后面的车子会去相撞 然后再来就是从人寿桥 那个离毅坦 那个部分的游客也蛮多的 如果从人寿桥这样子直路下来的话 大转弯也是车速也非常的快 相对的我们从铜门 铜门这边游客 铜门的翡翠谷 这边的游客也非常的多 要往花莲的方向 车子都开满快的原因是 这里的道路算是很宽 双方面你看像往翡翠谷 往花莲的市区 然后花莲市区要往翡翠谷的方向 花莲市区要往那个离毯的方向 像这样子大家都开的满快 而且也没有减速慢行 这样子的话很容易造成车祸 那今年度就好几场那个车祸率 前几天就是哇那是大相撞啊 那我们游客中心前面有一尊那个男生的那个 有点像我们的守护神 那个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异象图 常常被撞到 我就会说这边的话 因为村民也有在反应 是否要震射这个红绿灯 红绿灯的必要性 因为村民常常在反应 铜门市场学员表示 游客来到花莲游玩 首选就是来到牧谷牧 来这里踏青游玩 由于三天联系假期 这里的测入量一定会相当的大 也希望游客待会能够重视这里行的安全 让大家来这里游玩的时候 能够平安快乐 记得继续学校长